我也要承認裡面有一些其實學者出身的 即使他可能傾向偏綠 但是他可能還是比較有原則 但是這樣的個人的這種監察 就是我們講說中選會委員 這不足以去抵抗整個扭曲的民進黨結構 尤其是主委是誰 主委是李靖勇 李靖勇是什麼樣的人 李靖勇是在去年九合一大選 不到一年前才代表民進黨 去選過雲林縣長 這樣一個充滿高度政治性的人物 而且他選完之後 第一句話就說我要此生退出政治生涯 結果上個月在立法院執行的時候 人家問說你不是說此生要退出政治生涯嗎 他說對 我退出的是雲林政壇 哇 只限雲林 雲林限定版你知道嗎 好像那個生鮮水果一樣 雲林限定 過了雲林之後 我說的話就不算了 可以這樣子硬拗的話 如果你的政治人格可以扭曲成這樣 可以前後不依成這個樣子的話 大家如何相信你會公平公正的 來維持中選會的選務 選務是一個多麼需要大家社會信任的東西 馬英九時代 我坦白講在提名的人裡面 可能以前有人在內閣裡面做過政務官 那絕對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明顯的政黨背景 而且政治誠信也出了大的問題 過去李靖勇在立法院提案的時候 就擺明的連署跟提案 我支持所謂的公投榜大選 現在又換一套說法說這樣子不好 那你就前後矛盾嘛 尤其是除了中選會以外呢 其實民進黨最可怕的是在結構上 他根本就讓所有所謂的獨立機關 以及所謂的五權分立 通通都只會一拳而服務 五權變一拳 這一拳就是蔡英文 包括我們講的監察院 監察院的委員可以去彈劾一個檢察官或法官 只因為他起訴了段於康的案子 然後呢 這個我們講說這個司法院可以提名一個 提名很多意識形態掛帥的大法官 等於是為這個蔡政府所有有違憲嫌疑的案子背書 後來發現通通過關 通通沒問題 整個東西我去掉 考試院呢 考試院我對你沒辦法 沒關係 我就減少考試委員的數量跟名額 而且考試委員本來是管什麼 管官真的 管做官的倫理的 可是我的政務官一大堆都是仇佣 而且行為亂七八糟怎麼辦 我就立一個辦法告訴你說 這些政務官可以不歸考試院管 還有這種事情 所以所以四權五權全部都集中在一權 我就是一個極權 因為民進黨就是要管制 為什麼 因為他看不起人民